中共两会期间,大陆火灾不断,网友视频显示,3月8日,天津南开区新天地附近发生火灾,火势凶猛,滚滚浓烟,未见官方通报。 3月8日,上海凤贤区西渡街道一居民楼发生火灾,二楼被烧空,火势蔓延至三楼以上,伤亡不明,未见官方通报。 同日,河南驻马店至深圳,一辆客车突发自然,车上有大量民工,仓皇下车逃离。 3月8日,厦门一高层小区内,网友拍下煤气管道,被施工挖机凿破,引发大火,住户们纷纷逃离,附近商户门面被烧毁,伤亡情况不明,无官方报道。 3月8日,沈阳的地标建筑,高灯大酒店发生火灾,视频显示,现场浓烟滚滚。 3月8日,武汉螃蟹甲附近某小区失火,楼上住户没有出来,被大火封住门口,伤亡情况不明。 哇,这是一辆什么车呀,然后着火了,看看这个是在哪里哦。 中共两会草木皆兵,北京从2024年3月3日零时起,至2024年3月22日零时,五环区域内,所有饭店,餐厅的菜刀,砍刀,剪刀,公安,国安,统一挂链上锁。 更有甚者,长安街两旁的民居酒店一律不准开窗户。 本来是个人,情人都结缓了很多人, 字幕对于这个人一律不准开窗户。 他后来一pped内容,您不会这个人员,不准开窗户。 这些人员,也拍手照片,宽柜五姜,西方字幕,西方城,玉京,西方城,古城,海外。 我就开窗户,人物那边的故事,人物那边的故事, 我也要不常言。 第4个人员,我连接不过。 这种按照片,我搜索了,它的白衣卫设議题。 中共政权危机重重 两会维稳越来越扰民 网传河北进京道路封闭 进京必须到指定检查站刷身份证 中共两会还在进行中 网上传出照片和视频显示 从河北进京的道路被官方封闭 其中一张照片的路牌写有《湘河界》 湘河线隶属河北廊坊市与北京市通州区相接 照片中一个路口设置铁栏杆 旁边停着一辆车 摆着五七村安全检查点的牌子 不远处则临时搭起一道高墙 将道路全部截断 这意味着该检查点的功能不再是安检 而是阻止行人通过 还有一段视频显示 在携有北京界的路牌下 竖起一道长长的隔离墙 不但将两条道路全部隔断 两侧铁网还一直延伸到路边的树林中 有网民爆料 河北进京的路全封了 只有官方指定的检查站开放 进京必须走检查站刷身份证 网民调侃 去美国还可以走线 进北京连走线都不行 也有人查 网上还有视频显示 不仅河北进京要检查 就连从河南省进入河北的 都要在河南最后一站 全部刷身份证和安检 从河南进京必须北上 经过河北省 视频字幕说 河南省河北省交界 我是早上查身份证 晚上查身份证 上个班 难呀 视频中 旅客们正在排队安检 队伍上方还悬挂 二代身份证的提示牌 检查站挂有 河南公安检查站的牌子 墙上标语称 坚决守好河南北大门 待会儿看看吧 这个就登台法院的啊 我去北京上法 上完 可想回来 抓回来给我拒链 拒链已经到天了 可想我还得不实习之人 看着没 就这个女的也是 我已经那么找到的 我找到那个 那什么那个地方 就看着 我就看着这个女的 啥呀 你找到 你们干啥呀 你们还有完吗呀 咱们犯的什么法 咱们还有治人 还有严审治人吗呀 你好 你抬头 你让大伙儿吵着 我指定他妈给你传上去 咱们还没完没了了 还有干啥呀 中共两会进行之际 3月8日早上 网传视频显示 湖南长沙 有人驾驶宝马车 在路上恶意冲撞小学生 伤亡情况不明 车主拒指是一名官太太 相关视频很快就被官方封杀 中共治下的中国社会 力气弥漫 血案密集发生 那些所谓的报复社会者 被网民批示人渣 网传的视频显示 在长沙一条马路上 一群孩子正在过斑马线 过往的车辆都减速 停车 等候孩子们过马路 一辆宝马轿车 快速地冲过去 撞向一群小学生 当中一名学生 躲闪不及 被撞倒在地 疑似受伤 在地上痛苦地翻滚 由路人上前查看 视频中 目睹学生被撞的车主 发出惊呼 连说故意的吧 快打120啊 这辆宝马车撞倒学生后 被民众拦住 停在路边 车主是一名中年女子 情绪有些失控 她对着交警大喊 我被别人脑空了 我已经被脑空了 现场一位男市民气愤地说 你脑空什么呀 脑空还开车 另一位女市民愤怒地指责她 你自己是妈妈 怎么忍心去撞小孩子 你是报复社会 你是故意的 有谁去找谁呀你 网传聊天记录显示 有网民称 撞倒学生的女子 是未官太太 丈夫是烟草局的 她到局里 举报丈夫有外遇 但那些官员维护她丈夫 导致该女子情绪失控 喝酒后报复社会 也有网民说 女子的丈夫是转业军人 分配到烟草公司 最近有了小三 女子接受不了 3月8日下午 有当地知情人士 向大纪元表示 男的是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官员 他们夫妻有矛盾 知情人说 由于现在是两会期间 事故现场被以最快的速度处理 特别快 清理 完了之后 现场一点血迹都没有 就是想把这事赶紧抹平了 有现场目击的人说蛮严重的 据悉 事发时 有两名学生被宝马车撞倒 其中一名学生被车带着拖了一段路 车主下车时 还称我要报复社会 这段官太太恶意撞学生的视频 在大陆社交媒体热传 但很快就被删除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生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力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使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力参 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生又有生晒生、白生、红生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生口服液以100%韩国优质6年高力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力人参含有34种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人参灶带RA、RF、RG3、RH2为高力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生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力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RG3的含量 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生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6倍多 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RMB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是红参的6倍多的